你好,我是滴水老人 古有言,君子问货不问福 寓言,是警告,提醒不是触眉头 冤年运势强,福报够,安然度过 农历七月,马上就要到了 2024年的鬼门开日子 是在国历8月3日的晚间11点 在这个月份,有许多禁忌 我们宁可抱持这信其有的心态 来安全度过 台湾东宁清水祖师公 阴地普渡三宫 发出示警,要大家当心 并透露五个姓氏的人 要特别小心血观和水观 东宁清水祖师公在脸书上发文示警 对于今年能力七月 阴地普渡三宫有特别交代 有五个姓氏的人 要注意血观和水观 这五个姓氏分别是 许、陈、张、江炉的人 许多人感谢普渡三宫的丁宁 另外,农历七月也有许多要注意的事情 命理师林林列出了六大禁忌 一、避免穿全黑、全白、全红的衣服 因全黑和全白都容易招来好兄弟 而全红的穿着会让好兄弟想到血 恐怕会让他们想到过世时的情境 触景伤情而做出伤害生人之事 建议多穿亮色系的衣服 二、外宿时鞋头不宜对窗 三、暂时先风铃拿下来 四、非必要使不吹口哨 五、不随便拍人肩膀 六、避免玩水 另外,命理师柯百成也指出 民俗上农历七月会避开喜事 例如结婚、搬家、买车、开店、医院他们等等 建议等到这个月过了再进行 还有像是吹口哨、醉酒夜归 这些较为随性的习惯也需要多留意 尤其是在电梯里被靠电梯 路边蹲着吃喝恐怕会触犯好兄弟 柯百成提醒 鬼月期间正值夏季 天气预热且台风频繁 外出时许多家留意安全 另外,民俗上会用鸭子做鸡皮 但因天热,肉类亦腐败 建议减量,改用糖果、饼钱、泡面、罐头或饮料代替 今年是假辰年的人身月 容易引发隐藏事物曝光 柯百成进一步提醒 从事诈骗、人口贩孕 毒品交易、官商勾结 索负收贿等不法勾当的人 这个月份,特别容易遭遇麻烦 建议赶快筋盆洗手 以上,都是要特别当心的 再加上后面的三十项农历七月份要注意的是 但是,看起来随时帮手绑脚 但反正只有一个月,忍一忍就过了 宁可信其有,也不要铁齿 平平安度过这个传说中特殊的农历月份 农历七月份,三十个你不可不知的注意事项 大家好,我是莫莉芬芳 话说,每年的农历七月一日 掌管地狱的阎罗王就会打开鬼门放出二鬼 让这些鬼魂自由行走 直到七月三十日才关上鬼门 而所有的鬼魂也要在那一天回到阴间报到 否则会变成古魂野鬼无法投胎 或是受鬼差追捕加刑 因为在农历七月 整个月份是鬼门开的时候 所以,为了避免招来好兄弟之类的情况 自古以来就流传着一些禁忌 基于宁可信其有的原则 以下的情况,能避就避 农历七月也就是鬼月期间的三十个禁忌 禁忌一 不宜到海边、湖边、西边、细水 或是在山上墓地游荡 只要到了鬼月 父母老师就会禁止我们到海边玩水 或是去游泳 而且农历七月总是有很多玩水溺弊的新闻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月特别敏感的关系 不过这个禁忌是据说 有不少鬼魂都是因为曾经战身在海中 所以会找替身 至于避免游泳 是因为好兄弟会和你玩鬼抬脚的游戏 一不小心,命就跟着被抬走了 俗称抓交替 禁忌二 看乌龄三十年以上的老房子 据说,往生者会在鬼月 回到以前居住过的住家徘徊 倘若八字叫轻的人便容易冲煞感冒 禁忌三 避免半夜到医院 往生者死前有较多记忆在医院 倘若家里没有供奉祖先的后代 祖先回不了家 就容易徘徊在医院 禁忌四 避免傍晚到庙旁边走动 相传众多枉死的好兄弟 因为找不到地方深渊 会找庙中的神明协助 于是庙宇周围会有较多好兄弟 因此在这个月一般公庙不办事 禁忌五 鬼月不可直呼好兄弟为鬼 中原普渡当天 鬼魂几乎会倾巢而出 尤其是法会的现场 所以最好谨言慎行 除了不要说鬼这个字之外 也不要口不折言乱说话 小心鬼魂就在你身边 禁忌六 鬼月的夜晚不宜晒衣服 关于这点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因为湿的衣服 容易让游离的垫黏在上面 不容易脱身 所以半夜晾衣服 就像在设陷阱抓鬼一样 另一种说法则是 当好兄弟觉得你的衣服好看 他就会借去穿 顺便在衣服上留下他的味道 如果衣服让鬼魂穿过 你再收来穿的话 那件衣服就变成你跟好兄弟一起穿了 所以你会感觉很重 所以这个月最好太阳下山前将衣物收进屋内 禁忌七 鬼月不宜持送有驱邪功效的咒语 相传鬼月持咒 容易招来更多好兄弟来听经 本来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倘若你所持送的事具有驱邪功效的咒语 那么就很容易伤害到好兄弟 禁忌八 半夜不宜大哄大叫 如果你在鬼月大哄大叫 容易惊吓到好兄弟 招致睡眠品质变差 禁忌九 鬼月不宜随意拍打前方人的肩膀 相传鬼月拍打前方人的肩膀会吓到人 导致前方人魂魄不稳 容易招好兄弟入侵 导致失神 每个人肩膀头顶都有所谓的三把火 乱拍就会熄灭 而若听到有人叫你 不要只转头 应该把整个身体转过去 禁忌十 鬼月晚上不宜吹口哨 因为口哨的音频 较趋近于音间频率 容易召唤来好兄弟 禁忌十一 鬼月半夜不宜点檀香或熏香 香气鸟鸟会吸引好兄弟前来环绕 禁忌十二 鬼月切莫拜音庙 鬼月的音庙会显得更阴 因此鬼月拜音庙 八字太亲者容易撞鬼 禁忌十三 鬼月不宜在山间空旷地拍照 近期相机画素越来越清晰 在鬼月捕捉到好兄弟影子的机会会变大 禁忌十四 鬼月不宜一直说死这个字 以免惹怒好兄弟 禁忌十五 鬼月不宜玩夜游 叠仙 笔仙 等游戏活动 喜欢冒险的年轻人 喜爱在鬼月 故意玩试胆游戏活动 叠仙 笔仙等 当心寝神容易 送神难 因为晚上十一点到隔日早上七点 是阴气比较重的时段 所以半夜尽量不要在外面逗留 另外也不要夜游 尤其是八字亲的人 如果非要夜游的话 也不要在途中与朋友互称名字 尽量以代号或错号称呼 避免名字被好兄弟记住 七月十四日这一天 可以说是鬼月中阴气最重的一天 传说这一天的子夜时分 若在荒郊野外 有可能会看到白鬼夜行的奇观 禁忌十六 鬼月半夜时 切莫拨打十三个七或零 以免接通的是往生者 关于这点 茉莉芬芳的一位听众 真的有遇到 他是拨打七这个数字 禁忌十七 鬼月半夜不要看鬼片 当心好兄弟陪你一起看哦 禁忌十八 鬼月参加中原普渡 切莫骂张话 当心好兄弟在吃饭时 你不小心惹怒他们 那就不好了 禁忌十九 不要停留在安静的走廊 根据一些有阴阳眼的人说 安静的走廊常常有很多鬼魂聚集 所以没事的话 不要停留太久 这让我想起以前大学下课之后 我还蛮常在学校无人的地方散步的 现在回想起来 感觉凉凉的 禁忌二十 鬼月动刀 尽量选择白天开刀 对身体会比较好 禁忌二十一 鬼月最好不要搬家入措 尽量挑选正中五班 对运势较好 禁忌二十二 鬼月最好不要取亲 尽量避免傍晚放鞭炮 以免夫妻失和 禁忌二十三 不要靠墙走 传说有一种鬼叫摸壁鬼 他喜欢冰凉的墙壁 所以鬼门开期间 尽量别靠着墙壁走 或靠着墙壁休息 禁忌二十四 不要搭末班车 农历七月每天的子夜子时 是一天阴气最重的时候 这时候搭乘交通工具 很容易让好兄弟跟着回家 禁忌二十五 避免半夜庆生 在这个月的晚上庆生 可能会让好兄弟以为你跟他们是同类的 这样的举动会引他们来找你一起出去 或是会出现一些不认识的人一起唱生日快乐歌 禁忌二十六 避免随意户外大小便 这个许多男生要注意了 出门在外 特别是在荒郊野外 大小便 一定不能乱来 要对着周围的众生打个招呼 让他们这些鬼神先离开一下 这样才不会得罪他们 鬼神毕竟还是六道众生 也有贪嗔痴的 佛门里其实也有这样的讲究 出家人上洗手间时 都要先打个响指 再剪大小便 以免临到鬼的身上 禁忌二十七 床头窗边不要挂风铃 不要挂风铃在窗户上 因为会招鬼 只有纯铜的才不会 一般法器也都用纯铜的做 坊间那些声音清脆的 多半是玻璃、铝等制作的 因此不要随便挂比较好 禁忌二十八 不宜搬家、嫁娶等事宜 大部分婚宴场地、酒楼的农历七月 白酒驾有折扣的 原因是鬼节月份 无人众议办喜事 怕的是招来猛鬼住信 摆十桌便二十桌 所以若不想与鬼同欢 记得避开七月白酒席哦 禁忌二九 偷吃忌品 千万不要随便偷吃忌品 因为这些是属于好兄弟的食物 未经过他们的同意就动用 只会替自己招来难以解决的二运而已 禁忌三十 非特定的场合时间 不要烧名纸 基本上 名纸是烧给好兄弟 而金纸是烧给神明的 在非特定场合时间 烧名纸 只会招来更多的好兄弟而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